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腰围呢 它本身呢 就是评价肥胖的一个指标 比如说女性的腰围 大于80厘米 男性的腰围 大于85厘米 那么我们就可以诊断 它是肥胖了 但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 就是说A4腰 那A4指的这个腰呢 但不是说每个人 都能达到的 这个呢 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骨骼的这个架构 和每个人的身高 它是不一样的 iPhone腿的话 它指的是双切的宽度 它小于这个iPhone的宽度 也是在小于 或等于138厚米 对于鼓舞的话 一个正常成长的话 它的宽度 应该是在80左右 所以说 两个吸管间 光鼓舞的这个宽度的话 都应该是160厚米 所以它都是超过iPhone的宽度 138厚米 这个还不包括这个 咱们说的那个吸管间 周围的嫩带 肌肉 还有皮下脂肪 皮肤这些数字 这个它真不反映什么 手骨放硬面 就很多我们其实手骨上 可以放硬面 就手骨放硬面 它放在这个 手骨的外側端 其实它只是说 反映这个 那个面比较平 就手骨这个面 因为它手骨 咱们是一个S型 一个S型的话 它是反映一个面 当然可能也是要 其实胖人也能放 也能放 它只要是那个面 相对比较平 外側的面比较平 就可以放 反映手摸肚脐器 它最主要反映的是一个 第一它肯定要瘦 第二是需要瘦 然后它最主要反映 就是一个关节的 一个揉嫩性 还有一个嫩带的松弛度 你专门器做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危险 有人做这个动作 反映什么就出现 这个肩关节的脱臼 这个表现 这个肥胖的评价有几个维度 一个是就是身高和减105 就是理想体重 就是这个看你理想体重是不是合格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评价这个体脂率 那这个现在可以通过体成分来测 我们女性的体脂率维持在20%到25% 就比较合适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最常见的用这个BMI指数 身体质量指数 那么用这个指数算出来的 就是你的体重的公斤数 除以身高的米的平方 18.5到24 其实减重这个事儿 其实我们说这个体重呢 还是跟每天的这个能量有关 就是吃 因为我这个能量的来源嘛 就是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消耗方面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通过增加活动量 那一定是通过这两个途径 这样的运动来达到这个效果 这边既 mall meet 那么这么做 同一个吃 一边 是 跟我 lys Frost